养骨就是养兽 医生提醒,50岁后,四个养骨诀窍要牢记 李先生今年54岁,是一个资深的养生人士 他坚信养骨就是养兽,所以他不仅身体力行地 践行着科学的养生方法,还积极地将养生观念传递给林李 与大家共享养生的乐趣与益处 而他的挚友张先生,对此却持有不同看法 两人时常围绕养生理念展开热烈的讨论 各执一词,难分高下 为此,两人决定携手前往医院 他们找到了骨科医生,希望从医学角度获得对养生 特别是骨骼养护重要性的深入理解 医生听后,首先表达了对李先生观点的认同 李先生所言极是,特别是在人过50之后 骨骼保养显得尤为重要 骨骼作为支撑我们身体的基石 它的健康状况确实会关系到生活品质与长远健康 事实上许多步入50岁门槛的人们 如同张先生初识那般,对于养骨及养兽知之甚少 鉴于此,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相关话题 一,为什么说养骨就是养兽?养骨就是养兽吗? 这句广为流传的话,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骨骼健康不仅仅关系到人体的结构支撑 它也是人体的支柱,支撑和保护着各个器官和组织 这是因为人体的骨骼系统由206块骨头组成 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体的基本框架 使人能够直立行走、运动和进行各种活动 依据美国国家骨质疏松症基金会的权威数据 美国境内约有千万民众罹患骨质疏松症 而骨密度未达健康标准的群体更是高达4400万之中 而且还有研究明确指出 骨质疏松症患者,他们的骨折风险也会显著攀升 每年咽词导致约200万级骨折事件对个人生活造成沉重打击 骨骼一旦受损,如骨质疏松或骨折的发生 不仅限制了个体的日常行动自由 还可能触发一连串负面效应,全面削弱生活质量 让健康生活的追求面临严峻挑战 再加上,骨骼不仅仅是身体的支撑架构 它还深度参与到内分泌的微妙调控之中 科学家们揭示了,骨骼内部隐藏着一个精妙绝伦的系统 宛如体内的一座微型工厂,专丝钙与临平衡的精细调节 这座工厂内活跃招数众关键的工人激素 甲状螃蟹激素,简称辐降钙素以及维生素D 它们还得到了诸如钙敏感受体等 助手的协助,如同一位指挥官负责提升血液中钙的浓度 它促使骨骼释放钙元素,并助力肾脏保留钙质 而降钙素则扮演了相反的角色 它坚守岗位,防止骨骼中的钙流失 确保血液中钙的含量不会过高 从而维护了体内钙平衡的稳定 其中,维生素D被誉为阳光维生素,源自阳光照射或食物 它助力肠道钙吸收,并调节肾,骨中的钙平衡 对骨骼强健至关重要,骨骼问题如骨质疏松 骨折会扰乱维生素D及钙磷平衡机制 导致骨骼脆弱并可能波及一线 甲状腺等内分泌器官 增加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健康风险 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骨骼健康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骨质疏松症与动脉硬化 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有共同的危险因素 如钙质代谢异常和慢性炎症等 保持骨骼健康不仅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还能间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从而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在深入理解了骨骼健康对整体健康的重要性之后 我们不皆好奇 当一个人步入50岁之后 人体的骨骼会经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二、50岁后骨骼会发生哪些变化? 人们在50岁以后 人体的骨骼会经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 这些变化对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其一就是骨密度开始下降 骨密度是衡量骨骼强度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 反映了骨骼中矿物质含量 尤其是钙质的浓度 50岁后骨骼新陈代谢平衡逐渐被打破 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速度 尤其在绝经后 女性表现更为明显 因此激素水平骤降失去了保护作用 导致骨密度快速减少 而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数据显示 绝经后女性年骨密度降幅可达1%到2 10年内减幅更高达10%到20% 对骨骼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相比较而言 男性虽然降速较慢 但50岁后年降幅也约0.5%到1% 高铜水平随龄递减同样损及骨骼健康 其二 肌肉量随年龄增加而逐渐萎缩 这一现象被称为肌少症 实际上 肌肉的减少速度随年龄增长 而显著加快 平均每年可下降1%至2% 而肌肉量的减少 不仅削弱了骨骼所依赖的支撑与保护屏障 还导致了身体在维持平衡与协调方面的能力下降 从而大幅提升了跌倒与骨折的风险 我们要明白 肌肉与骨骼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 强健的肌肉能有效延缓骨密度的流失速度 反之肌肉的萎缩则会加速骨质的丧失 形成恶性循环 其三 骨量丢失也是50岁后常见的骨骼变化 这标志着骨骼内部的矿物质含量逐渐降低 进而对骨骼的整体构造与功能产生不利影响 而导致骨量流失的主要因素 其实是激素水平的显著波动 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减退 还有身体活动的缺乏 科学研究皆是 钙与维生素D摄入的不足 以及长期保持久坐不动的生活模式 均会加速这一过程 使得骨骼变得更加脆弱 显著提升了骨折与骨骼变形的风险 所以当人们步入50岁之后 为了维护整体健康 务必重视并精心养护骨骼 那么具体有哪些有效的骨骼养护技巧呢 三、医生提醒 50岁后四个养骨诀窍要牢记 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逐渐步入衰退期 骨骼系统也不例外 特别是对于步入50岁的人群而言 骨骼的健康状况 直接关系到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医生们普遍强调 50岁后掌握并牢记四个养骨诀窍 对于维护骨骼健康至关重要 一、控制体重 保持理想的体重状态 是维护骨骼健康不可或缺的一环 它不仅能够积极预防心血管疾病与糖尿病的发生 还能有效缓解关节 尤其是膝关节与髋关节所承受的压力 反过来说 超重及肥胖状态 会加速这些关键关节的退行性变化 显著提升罹患关节炎的风险 据科学研究显示 体重每增加一公斤 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 可能急剧增加至原来的四倍之多 所以积极管理体重 避免肥胖是增强骨骼健康 提升整体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 我们还应关注消化系统的顺畅运作 与心理健康的维护 因为这两者同样对体重管理及整体健康 具有深远影响 二、适当运动 对中老年人而言 挑选适宜的运动项目极为关键 步行、游泳和太极犬便是推荐的几种 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促进骨骼的坚固 同时也能增强肌肉的力量与身体的协调性 降低摔倒的几率 其中步行是一项简便而高效的有氧活动 它不仅可以提升骨骼的密度 还有助于增进心肺的健康 建议每周至少完成150分钟的中度步行 维持骨骼的强健 而游泳作为一种对关节影响较小的低冲击运动 非常适合有关节急患的中老年人群 它能够全面锻炼肌肉 增强心肺功能 同时减轻对关节的负担 三、避免不良生活习惯 日常生活中 一些被忽视的习惯如频繁饮酒与吸烟 对骨骼健康构成严重危险 比如说吸烟不仅干扰体内钙质吸收 导致骨骼密度降低 还可以增加骨折风险 科学研究证实 吸烟者患骨质疏松症的几率 高于非吸烟者 更严重的是吸烟干扰血液循环 减少骨骼所需的血液供应 延缓骨折康复进程 另一方面 酗酒同样危害骨骼健康 酒精直接破坏骨骼细胞功能 抑制新骨组织生成 加速骨质流失 导致骨量显著减少 长期过量饮酒者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急剧增加 为保护骨骼健康 应合理控制酒精摄入量 建议男性每日饮酒不超过两杯 女性不超过一杯 作为维护骨骼健康的重要措施之一 四 定期检查骨密度 骨密度检测在中老年人群比较重要 这一检查不仅是预防 发现骨质疏松症的关键手段 还能精准评估个体的骨骼强度与健康状况 特别是对于那些 本身就拥有骨骼疾病家族遗传时的人群 强烈推荐每年至少进行一次骨密度检测 以便及时发现潜在问题 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守护骨骼健康 50岁以后 骨骼健康面临更多挑战 但通过控制体重 适当运动 避免不良生活习惯和定期检查骨密度等措施 可以有效维护骨骼健康 牢记这四个羊骨诀窍 不仅能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 还能提高生活质量 保持我们的健康 保持有效质量